大家好,我是小莫头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OpenAI的开发者日为我们带了了一系列非常令人激动的更新 那Assistance API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们期望大概利用10到15分钟的时间 来分享究竟Assistance API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功能 那在这里依然按照惯例准备了一份Python Notebook 来总结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 首先来大致了解一下什么是Assistance API 它允许用户在自己的应用中构建AI助理Assistance 那么一个助理呢会有指令Instruction 并能够利用大模型利用工具甚至知识库来回答用户的提问 当前OpenAI所发布的Assistance API呢 还处于Beta版本 它支持的工具包括了以下三种 一个是代码解释器Code Interpreter 一个是Utrible 一个是Function Calling Utrible呢就是检索 Function Calling是函数调用 在今天这一期的分享中 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Assistance API 在分享的应用场景中呢 目前只用到了Code Interpreter 后续的分享中 我们会来尝试使用不同的工具 看看它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今天分享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利用Curl命令 通过最原生的API调用 看看Assistance究竟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使用或应用Assistance 在自己的AI应用当中需要经过哪些步骤 另一个方面呢 看看Launcher是如何将Assistance API 集成进自己的框架当中提供支持 那么在Launcher应用当中如何使用Assistance API 当然了大家肯定是可以使用官方的Python SDK 来开发这部分或利用Assistance API的 只是呢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并没有设计它 简单介绍一下一个Assistance它是如何工作的 我想对这部分内容已经有所了解的同学呢 应该已经看过现在我所分享的这张图了 这也是OpenAI文档中 对Assistance工作原理的一个介绍 在这个API概念之下 有几个重要的角色 一个是Assistance 一个是Thread 一个是Run Assistance代表了一个AI助理或一个机器人 Thread代表了助理与用户之间的一个对话 也就是一个Conversation 对话当中当然了可以有多条消息 在这个图中演示了有用户的消息 以及助理也就是AI回答的 一个Run呢 则是一次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人机的交互 这个Run它就可能会做很多事情 取决于我们用了什么样的工具 比如在这个图当中 当我们使用了Code Interpreter 就会使用到这个工具来创建AI的消息 或Assistance的消息 这样返回给用户 我们会通过后续的代码演示 来看看究竟这几个角色 是如何在API中呈现出来 我们如何使用它 现在就回到刚才介绍的Python Notebook 当然了 这里我们总结这些内容是一个应用场景中 Assistance API的使用情况 对于究竟每一个API如何使用 它们的目的或作用是什么 大家可以参考API文档 有非常详细的文档介绍 我们回到Python Notebook 首先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Curl命令 来调用最原生的API 在介绍前我们首先要看看 与一个助理 Assistant交互需要做哪些事情 通常我们会遵循五步 我们在这里有所介绍 首先创建一个 Assistant 这是一个创建助理的操作 接下来创建一个绘画 也就是创建一个Thread 这个绘画就维护了助理和用户之间的对话 接下来提交一个Round 一个Round对象 它代表了一次人际交互 提交了一个Round的执行 就开启了一个人际的交互 它是一个类似于Ebo的任务 在提交以后 我们需要去查询这个Round的执行状态 一次成功的执行以后 就可以查询Thread中的消息列表 来获取助理的回复 通常助理的回复 就是消息列表中最新的一条消息 也就是最近的一条消息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首先怎么用Curl命令 来完成这一系列操作 在执行下面的命令前 大家要确保有一个有效的 OpenAI的API Key 这个环境变量的设置 同时需要有GPT4的访问权限 我在这里控制台 或者这个Shell里面 我已经配置了环境变量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第一步是创建一个 assistant 在这里大家其实通过API文档 也能得到这样相应的 这个命令的详细信息 还有Python和NodeJS的代码示例 那我现在就要拔这个命令 再控制台执行一下 在这里的执行可以看到 通过调用v1.assistant 这个inpoint完成了一个助理的创建 创建以后会得到一个ID 这也是我们要记录的 当然这是在手动的命令行的执行中 我们得这样做 大家如果通过个shell脚本来进行 自动化的程序执行 或者程序化的调用 这些都可以通过程序来处理 我们将这个ID记录下来 现在就有了一个assistant 他用这个ID来标示的 给到他的一个指令 instructions 告诉他是一个个人的数学导师 当提出任何相关问题的时候 希望他能够编写python代码 并执行来回答问题 在工具这里就指定了 使用的是code interpreter 模型的GPT4 同时我们还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mass tutor 好了 现在就有了一个助理 接下来我们刚才是介绍的 做什么呢 创建一个绘画 一个threat threat创建命令也在这里 我们copy就好 在创建的时候 我们还在这个请求的 消息题里面 构建了一个消息数组 一条消息 希望他能够 我这个呢 是用户提问是计算123的核 但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我们通过这个事例来演示 那注意同时呢 需要设置几个头 一个是content type 一个是openem beta assistant 等于view1 那这就是创建绘画的命令 我们来执行一下 现在这个绘画就创建完成 同样在API响应当中 就会有这个threat对应的ID 这个ID呢 也是在后续的命令执行中会用到的 我们也需要记录一下 现在我们有了助理 有了一个threat 一个绘画 接下来可以提交一个run 就是要执行这个人机交互了 在上一步第二步创建threat的时候呢 我们同时提交了这个消息 我们现在就期望开启一个交互 在这个交互中可以看到这里呢 又要用到 刚才我们所得到的一个threatID 和一个assistantID 我们在这里呢 粘贴一下也方便 我们将它拷贝到命令行 在创建assistant的时候呢 得到这么一个ID 这样我们就能够来提交一个run 可以看到这里的响应当中 同样给到了我们一个run 这个任务的ID 这个ID在这里 那依然我们需要记录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将这个记录一下 下一步就去查询这个run的状态 非常简单 也是通过一个API调用 我们同样需要这个threatID 和runID 这个runID呢 也是刚才在API调用中 返回头 我们将它复制过来 这个命令呢 执行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状态 已经是完成的 上面这个任务的执行 还是蛮快的 我们回到 Person notebook 接下来呢 就可以去获取 助理的响应 助理的响应的获取呢 是通过threat中 消息列表的查询来得到的 我们将这个threatID 同样 copy到这里 我们通过这个命令 来查询 在这个命令的查询中呢 我们提交了一个threatID 去查询它所有的消息 我们从最底下这条消息可以看到 下面这条消息呢 是文本消息 这就是用户 row user提出的一个问题 期望计算123的核 第二条消息呢 就是助理的回复 row是assistant 内容是文本 内容的详细信息就在这儿 the sum of one, two, and three is six 这就是它的一个回复 那我们刚才呢 就看到了究竟一个assistant 是如何创建 并如何完成一个人际交互的 现在呢 我们就完成了利用cult 命令 通过命令的置信 来进行assistant API的使用 看起来还是需要至少那么五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Luncheon是如何集成的assistant API 整个Luncheon的开发团队 对于OpenAI大模型的响应 还是非常积极的 因此在OpenAI发布assistant API不久 就已经在最新的rc版本中 提供了Luncheon与assistant ipi的集成的支持 在这里要注意 在发布的版本中 我们现在呢 最好是使用0.0.331 rc2以上的版本 因为在这些版本当中呢 可能还是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 那这个版本以上的 至少我验证过 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同时要注意的是Luncheon 对assistant API的支持 或assistant的支持呢 是通过Luncheon experimental这个包来实现的 因此不仅仅是装Luncheon 还需要装Luncheon experimental 使用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个类 OpenAI assistant runnable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代码结构是什么样的 首先呢 一个有效的OpenAI的API key 跟刚才Curl命令的执行是一样的 接下来安装几个包 Luncheon Luncheon experimental 和OpenAI 要注意OpenAI呢 也要使用至少是1.1版本 接下来就是最简单的两步操作 第一步创建一个assistant 通过使用OpenAI assistant runnable 这个类的 Create assistant函数就可以了 给它起个名字 名字叫Luncheon assistant 指令 指令跟刚才我们提出的 创建的assistant是一模一样的 它叫 它也是一个数学的导师 基于Python的代码来执行 并回答数学问题 工具也是使用的coding interpreter 模型GPT4 这就是如何创建一个assistant 我们通过执行就看到没有任何错误 接下来可以提问了 这个提问跟刚才我们在创建thread的时候 非常相似 其实完全一样 这个内容也是计算一二三的核 在这里呢 它就通过invoke函数调用就可以了 invoke的时候呢 给到它一个字典content 就是我们这个键对应的就是提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它指引结果如何 重点是我们要看看它的输出里面 包含些什么样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在这里可以看到content 有一个message content text 它说the sum of one, two, and three is six 这个没有问题 相信大家也是对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来看看这个output里面 究竟包含了些什么 首先它有一个id 这是一个threat message 它包含了assistant id 还包含了创建的时间 以及角色run id thread id 因此这里面就包含了 我们刚才介绍几大元素 assistant,threat,run这几大元素 他们的id呢 在这个响应里面都有 可以看到lantern对它的封装 还是挺不错的 至少在代码层面非常的简洁 如果我们使用openai的python SDK 我们还是免不了需要一步一步的 调用它的接口去创建assistant assistant 去创建threat 创建run 查询状态 并得去获得它的响应 当然这个响应呢 是通过threat的消息列表 去获得的 而在lantern的封装上显得非常的简洁 因此呢 这个在具体的AI应用开发中 大家怎么使用assistant api 想用原生 SDK还是用lantern呢 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使用中来评估 那我想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这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入门的一个分享 关于如何使用openai的assistant api 那大家对这方面有什么反馈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后续我们应该也会制作更多assistant api相关的一些分享视频 那大家就请关注我们频道 并也来一波三连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同学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